皇帝内经素问五藏别论之初 魏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园也 五魏入口藏于魏移养五藏气 气口亦太阴也 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接触于魏 说的是魏是水谷之海 是六府的源泉 五魏入口之后先藏于魏 然后经魏消化之后 分别五魏进入各自所归属的五藏 移养五藏之气 所以五藏六府的气与魏都出自魏 素问玉姬真藏论指出 五藏者皆领气于魏 魏者五藏之本也 说的是五藏之气都依赖于魏的不断补充 魏是五藏之本 皇帝内经灵书口问篇也说道 魏不实则诸脉须 许多病症表现在其他部位 而其根本确实在魏 故有百病不已 宜从终治 说的是百病医治无效 就应该考虑治魏 头痛耳鸣 久俏不利 皆肠胃之所生也 说的是头疼耳鸣 目耳鼻口舌前阴后阴等久俏不爽 都是由于魏的原因产生的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元说过 脾胃须则久俏不通 已故的湖南名医刘炳凡教授 曾经治疗一位患者 六十五岁 患观心病 心脚痛 心动过速而出现视性早薄 腹胀而便秘不通 专家组会诊 建议停息药改用中药 刘炳凡教授开出药方 心与胃同治 患者服了三剂后 病就好了 能起床宴请客人 周凤吴先生这一患者 四十五岁 头昏头痛 就像有布裹株一样 同时还大大影响视觉和听觉 周先生诊断为 清阳不生 灼阴不降 干扰了头部五翘 周先生开出健脾胃的药 只服用了六患者半年的疾病就好了 刘祖怡先生曾治疗了一例耳聋病人 患者女性三十多岁 脾胃向来虚弱 一次因为某事与人争吵 十分恼怒 忠然间感到耳聋听不见了 左耳更为严重 刘先生记起李东元说过 脾胃虚则酒窍不利 于是他开出了健脾化痰的药方 病人服药三剂后 耳聋减轻 再服十四剂后 病人痊愈 在前年我碰到一个脏癌的病人 这个病人呢 来的时候呢 是经过这个 西医呢 入院干起初 干起初以后呢 西医呢叫他化验 防止他这个癌细胞的经过扩散 但是呢 才对了一次化疗 这个人又是呕吐 又是腹泻 白血球影下降 只有两千左右 那么其他的身体状况呢 非常地差 感到这个 身体非常迅弱 实在无法忍受 这个进入这个化疗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找到我来看见 那么根据 中医书长呢 旺旺用切 我的本身呢 认为它是 弃阴阳区 弃阴阳区 那么 虽然中医 也有许多 抗癌的 中药 但是 我考虑到 这个时候如果 用这个 大量的 抗肃油的 中药的话 因为抗肃油的中药 就一般是苦寒的 服了以后呢 很可能的 胃气进入败坏 实有更加苦 难以忍受 这个 抗肃油中药的 这个毒性 所以呢 我考虑 不用任何的 这个 抗肃油的药物 全部用服症的 主要是 所以 补气养瘾这一方面 通过 补气养瘾 健胃 这个 开胃的 这些药物以后呢 经过治疗的 一个重药以后呢 它就实有 慢慢地 抗肃 就是 我 端造成 抗肃性 富含营养的 这些食品 吃一点 那么 同时呢 继续用中药治疗 食疗 与中药相结合 那么经过 这个 两三月的 治疗以后呢 它被 气色 所以记得 一般情况 食疗 包括它的 白食疗 就慢慢上升 黄帝内经 素问 治真药大论 说道 五味入味 各归所洗 故 酸先入肝 苦先入心 肝先入脾 心先入肺 咸先入肾 酒而增弃 物化之常也 根据五行相克的 关系 可以得知 太咸伤心 太心伤肝 太酸伤脾 太肝伤肾 太苦伤肺 所以 皇帝内经 有五进 肝病尽心 心病尽咸 脾病尽酸 肺病尽苦 肾病尽甜 皇帝内经 素问 宣明武器论 指出了 五脏所悟 心悟热 肺悟寒 肝悟风 皮悟湿 肾悟躁 皇帝内经 他把人体的生理功能 主要归纳到五脏上去了 当然人的生理 很多皇帝都有 但是他归纳到五脏上去 就是肝心脾肺肾 这个肝心脾肺肾 并不是完全像现在解剖学那样的 形脾上的肝心脾肺肾 它更主要的是功能上的一种划分 所以终于过去把这个理论叫做脏象 室内脏 但是并不是解剖 并不和我说很大程度上不是解剖 而是讲个像 现象 形象 其实就是讲的功能 我把某些功能 画的这个帐 把另外一些功能 画的那个帐 他把全身的功能 都可以归纳到五脏里面去 我们已经看到了 五脏六腑 是如何相互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的 那么 五脏身旁的体内 我们又是如何观察他们 胜衰状况的呢 胖虽然深藏在体内 但其功能的胜衰 却能通过经络 通过相应的体表器官 反映在体表 并通过对这些外部真相的观察 就能了解五脏功能的状况 心开窍于蛇 所以蛇者心之观也 肝开窍于木 所以木者干之观也 肥开窍于口 所以口唇者 肥之观也 肺开窍于鼻 所以鼻者肺之观也 肾开窍于耳 所以耳者肾之观也 张某 女 二十六岁 一天 突然发热 烦躁 约半小时后 舌体肿大鲜红 露出口外 不能缩回 脸色发红 发病一小时后 到王教授处诊治 王教授知道他多年 境遇不佳 心情郁闷 因此突然心肝之火爆发 于是马上为他 针刺内观学 用泄法 又取少许冰片 点在舌上 十五分钟后 病人表情略显轻松 口中流浅 四十分钟后 舌体缩回口腔 再开黄帘温胆汤一剂 煎好后 葬温服下 病人服药后 安睡 第二天 正常上班 王教授告诉我们 皇帝内经云 心煮蛇 蛇者 心之观也 心与蛇 通过经脉 密切相连 心与其经脉有病 常在舌上 有所反应 所以说 心开窍于蛇 孙某的妻子 年过四十 偶然一天 眼睛红肿 两太阳穴疼痛 接着三天 没有大便 平时来月经 两天就干净了 这次四天 还没有停止 请眼科医生 余某来治眼睛 谁知 红肿不但没消 突然又在右眼角 生了一个白炮 垂挂下来 居然 居然与鼻子平齐 大两寸多 医生一声一见 惊恐跑走 以为是夫人 得了离奇古怪的病 不敢治了 后来 病人开始 呕吐 眩晕 躺在床上 不敢动 只要稍微动一下 便 昏晕得更厉害 呕吐 也更厉害 家人连忙 请来明医 孙东素 孙医生 诊后说 这是 中交有病 肝胆有火 是由怒气 处罚的 皇帝内经说 诸风吊旋 皆属于肝 诸腻冲上 皆属于火 就是说 各种眩晕的症状 都原自肝 各种气膩上冲 都由于火 因为肝开跳于目 所以 病人眼睛长白泡 直涨出眼外 是肝或上膩造成的 治疗的方法 应该是抑制肝目 孙医生 按此理 开出药方 病人服药四季后 便好了 姨妇人三十多岁 忧思不已 饮食失去规律 没有节制 她脸色发黑 没有光泽 眼嘴身发黑 更为明显 病人总觉得饿 饿了也不想吃 气短 而急促 罗千福诊断后说 脾胃在中 传化精微物质 以营养其他脏气 人的脾胃之气受损 则必然影响到其他脏气 这位妇人 忧思不断 使得脾胃气节 饮食失节 是阴气上意 脾胃之气耗损 不能正常发挥 土壳水的功能 即脾胃 脾胃克肾的功能 导致水散过来 影响土 肾水为黑 所以黑色便出现在脸上 脾胃属土 而脾开窍于口 于是黑色也出现在口唇上 皇帝内经素问 《上古天真论》中说 杨明脉衰于上 面是胶 这里杨明止胃 胃气不足 脸上便没有光泽 所以治疗的关键在于 调理脾胃 罗医生对症开了药 几剂药服下后 病人痊愈 一个叫王晓的人 鼻色 浓鼻涕多 气醋 气喘 吃了许多药 也不见效 已经拖了三年之久 家人请来 江应素医生诊治 江医生看后说 这是浴火病 王晓不理解地说 对我的病 过去医生都作为脑寒痣 唯独你的说法独特 江医生说 《黄帝内经》已指明 诸气奔育皆属于肺 就是说 由于气出现的喘息 脑胀肠满 预致不通等症 都属于肺 医学大家刘和坚也说过 肺热则出涕 我们知道 肺开窍于鼻 鼻涕多 是由肺热造成的 病人听后十分信服 只服用十几剂药后 三年多的毛病就治好了 我们在古今一案案中 看到这么一则有气的一案 张某三十多岁 常常两个耳朵养得难受 弄得人苦恼不堪 每天发作一次 发作厉害的时候 简直忍无可忍 抓着什么东西 都用来掏耳朵 还常常以坚硬的竹子 弄成扫帚状 拼命捅入耳朵里使劲掏 直到皮破出血了 才会感觉到好瘦一点 可到了第二天 照常发作 这样每天都会流不少血 人也被这个病 折腾得十分巧 正好有一天 与河北医生周敏道 路过此地 张某便急切地 向他讲述自己的病情 周医生检查后回答说 你这是肾脏风虚 导致服毒上攻 肾开窍于耳 所以会出现耳朵痒的症状 周医生告诉病人 可以服用透冰丹 不要喝酒 不要吃湿面 鸡肉 猪肉之类的食物 能进口一个月最好 张某按周医生的话去做 几天耳痒便止住了 最最重要的呢 我们周医治病跟西医治病 跟最一样的地方呢 就要强调整体治疗 整体治疗 什么叫整体治疗呢 就是说 任何局部的疾病呢 我们中医看来呢 它是整体社调的局部的表现 不单单看着是一个局部的病 所以我们治疗疾病呢 也就是不仅仅所愿意 救部的 就是修复啊 调整 而是从过调整全身的 这个上腹气血营养 然后呢 达到 治疑 康复 救部的病别 秦柏卫先生 曾经治疑男子 年龄33岁 全身浮肿 已经好几天了 病人阴囊积水如斗大 大小便 闭塞不通 喘息胸闷 皮肤干燥无汗 什么都吃不进 甚至连水都难以下咽 用西药利尿 刚开始还有效果 接着便失效了 用大剂量的 健脾 沥水 温慎的中药 也没有效果 秦先生认为 泄粒之药 用量极大 大小便 还是不通 水肿也不消 看来 以常用的方法 是不能奏效了 中医理论 有肺为水之上源 导水 必自高原之说 所以 水肿制法 有啼壶开盖的措施 于是 依然用大剂量的 麻黄汤加碱 病人服药两剂后 肺气开 立下小便 近万毫升 水肿 随之消退 各个丈夫 他虽然用一个 五行学生来表述了 干心体肺身 木火土金锤 但是他表述 对相互实现的关系 是吧 有的人情绪不好 那那么属于 干气不输了 那么他就影响了脾胃了 再出现消防不好 这种关系呢 他都是从那个 丈夫相关的 一个角度来的 是吧 那知道肺解核定有 胚土生金的 这么一个说法 那胚土生金就是 贱皮啊 那么这儿的话 你使那个 使他的肺金啊 肺啊 得到改善 那皮呢 是皮土 是胚土生金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这个丈夫相关 他那个 思路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整体观念 整体观念的那种反应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一案 有一位富家小姐 年纪是七八岁 得了一种违避症 四肢不能动作 吃喝不能自理 不能说话 眼睛直呆呆地瞪着 妈妈真是心疼得不得了 家人请来许多医生 都没办法治 最后请来 葛可酒医生 葛医生来到小姐的闺房 一进门便笑了 说 如果在这样的地方 这病的确没法治 说完 立即叫丫鬟 把小姐房里的化妆品 香包 香袋等 还有香料的物品 统统清理出去 接着 叫家人把房内的地板拆去 在土地上 挖了一个坑 然后把小姐 抬放到坑里坐着 关上门 叮嘱家人说 等到小姐手脚 发出声音 立即告诉我 过了挺长一段时间 小姐的手脚有了知觉 渐渐可以活动了 他喊叫起来 鸟 鸟 鸟 葛医生只投药一碗 告诉家人 明天 小姐就可以离开土坑了 葛医生说 这位小姐平时嗜好香味 超过了一定限度后 皮就被香气做侵蚀 造成了小姐的伪症 清代于震 为这个一案写了暗语 他写道 香 本来属于皮的气息 怎么又会伤害皮呢 可见 香虽能开窍 但香到极限时 猪窍大开 脉缓了 筋也松弛了 关节身体都软了 所以眼睛发直 不能进食 土为百物之母 四肢百孩得到土气 则生机可以恢复 这也是智伪读取扬名的意思